看他們是女生啊 他們打起拳也是非常的兇猛 對 女孩子在吃拳 吃這個力道都沒有男孩子那麼好 但是呢 他們這個奮戰的精神呢 非常非常好 那紅方好像有被踢到這個下半身 所以我們這個緊急暫停 時間呢 我們應該是站得不得 然後醫護組是直接到場上 那這個 如果在場上比賽到一半運動傷害的話 我們會由這個場上大會的 這個醫護組來決定 可不可以打 可不可以繼續 那如果醫護組決定不行 他跟裁判長爆發過之後 由裁判長最後宣布 現在要等待醫護組 對 那我們是因為是遺囑是推廣賽事 我們會給他多一點時間休息 讓他休養 他這樣子如果還有在戰鬥的精神 我們都應該為他掌聲 這個紅方的孟慶文選手 他看起來表情很痛苦 但我們要為他加油 因為他是非常勇敢 其實實話實說 你能站在場上就已經是非常勇敢人士了 畢竟這是一個積極性的運動 對 在場上只有你跟對手而已 對 那全場有這麼多 包括裁判專業人士 還有很多教練 在盯著你看 我想那個練習的壓力 跟體力的消耗 都不是你自己在各自的訓練中心 可以體會的 唯一還是上場親自 才能體會到 你上場的時候心跳加快 升上前速等等的一些因素 都會導致你非常的緊張 對 尤其是你自己還有親友來看 然後我相信這個體力消耗量 那好險這一場比賽 我們有看到剛剛從博士 這個場